《变形记》又一位城市女主人公正容失败,这是蛇惊炼。 《变形记》这档节目开播也有好多年了,也被网友们说成是城市主人公的变形史,也是整容史,事实也是这样,整容完多数都变成了网红。 例如最近比较活跃的韩安染,之前参加节目时就放话,活到老整到老,现在也是用自己的脸实力证明了。 第二位李佑恩,也是大变样,网红的标配肩下巴,整容后的效果太惊人,不过他们都是变美了,爱美之心嘛可以理解。 而最后这个是按什么整的? 每整的时候是个假小子风格,参加完节目后就变了,估计也是想成为网红,所以也去整容了,但是效果嘛,丑。 正容后的他,配上脏便,呃,没此形容他了,做妖啊。